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谢统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工程专专业 本科毕业之后呢 我来纽约大学学同专业的研究生 毕业以后呢 我在电子商务行业工作 三年前我开放了自己的公司 其实出国留学应该是很小 就是家里受家里影响也好 然后自己觉得就说想出来看一看吧 当时选择纽约大学也是 其实城市也是一个很主要的考虑因素吧 因为觉得可能自己还是比较适应 那个大城市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就想出来看一看 因为我当时毕业之前呢 就是本身对这个电子商务这块 是非常有兴趣 基于这个兴趣的一个 一些在纽约市的一些MITAR 然后认识了我当时第一份工作的公司 然后在我没毕业的时候 他们已经给了我一个offer 像这本算法书以前我们从学生时代 然后呢就开始看了非常的多 然后呢也各种版本吧 这本书现在可能是专业书里面 我可能翻的最多的一本 可能像我这种很多背景的留学生 可能他们的轨迹 都是比较想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 然后有更好的那个待遇 能够做更有趣的项目 那我自己觉得在比较短的时间 能做到director这个职位 首先我觉得我对我的这个事业 是有非常大的热忱 本身是有点工作狂 然后对事业是非常的有热情 所以说去自己出来做 可能会能够更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图 能够更好的去服务这些客户 然后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大概一周这边会来四到五天 然后正常上班时间 就会等到下午六点 好今天我公司来的比我还早 比较少见 嗨 guys good morning 我们的公司呢就是给品牌做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 自从销售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需求的探讨 然后呢就是设计 然后实施上线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售后的一个服务跟长期的维护 那我的角色呢就是基本上是从一开始到最后 然后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呢就是从工程师的角度 所以说我会参与更多的可能技术上面 可能一般的founders 我可能参与会多一点 It's better for a normal American customer Client kind of need that to everything happen in maybe in four weeks Yeah it's so full of them right Maybe you can do even more every practice plan Alright I think the better interface definitely will increase the conversion rate a lot Put the conversion rate for this client And I think they did pretty successful So for the past two years 就我们这个业务呢 经常也是需要来走访客户 然后今天天天比较好 我刚好有机会来走访我们最早认识的一个客户 对 Hi John Hi John How's it going? Good 自己得出体会就是首先你要耐爱心去沟通 第二就是说可能是保持 多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只要客户对他们自己的这个线上业务 是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他们合作沟通 也能在这个过程中 希望能够在他们这个建立现场业务这个过程中 提供我们自己的这个方面的帮助吧 我觉得留学给我买有很大的我觉得正面的意义 就是总的来说是学会的坚强 这是我父亲给我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都有时候时不时都回想 当你觉得就是说你在你感觉到很大压力的时候 你感觉到很struggle 就是时候 其实那时候其实你应该开心 为什么那时候你在上坡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通 有时候这样想就会比较 心态会比较积极地去面对一些你不想要的困难 我现在就会比较积极地去面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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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会比较积极地去面对一些